大家好,欢迎收看港台娱乐会,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2023上半年的几部好剧,张宋文狂飙竞排第四,刘亦菲去有风的敌方排名第三,第一名出手变风神没人质疑,毕竟2023年国产电视剧的盛况繁荣,大伙有目共睹,就算器具多年的小伙伴,也积极参与到欣欣向荣的国剧行列,国剧的春天是真的来了,下面这几部剧,均已碰触到国产剧的天花板, 就连春节当最火爆的狂飙也仅排第四,第七部,平原上的摩西7.7分,平原上的摩西是不好剧,但可惜了,热度有点尴尬,作为首部入围柏林电影解花语剧,平原上的摩西却实冤,主要在于它很挑观众,我们先聊聊整部剧的高含金亮,浮华倒是真的牛死,全方位无死角的年代感,回忆瞬间拉满,整部剧的人物内心细节,也更值得回味, 然而,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致命点,较强的年代感,局限了特定的受众,如果没经历那个年代,没点社会经历,看这部剧只会深感费劲,细腻的打磨,造就了故事叙事节奏比较沉稳,看惯了商业片快餐去的观众, 看这种缺乏紧张情节与悬疑猎奇的剧情,基本卯税,既然你这么傲娇,承受观众一句腔调组,但故事垮也过得去,不过要是能扛住两集没晕过去,整部作品还是会带你渐入佳境,调侃归调侃,想要接纳不同风格作品的观众, 平原上的摩西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第六部,陈锋十三载八点一,好险,没有烂尾,作为一部悬疑剧,陈锋十三载的大结局,总算让观众松了一口气,毕竟国产悬疑剧,大多结局稀碎一地,不仅如此,大家反而给出了悬年山,剧情好,演技足得好评,整部剧惊喜的地方在于,案间诡异,受害者死状设计,少了血腥气,多了一种冷血一束, 且从死者身上,观众很难判断出凶手的作案动机,让整个案件更加扑朔迷离,这种高智商有一束细胞的犯罪嫌疑人,既尊重了观众的智商,新颖度也刚刚在线,成为一大看点,加上层层递进的紧迫悬念感,就是找不到凶手的那种揪心境,搞得观众找不出凶手,却还就愿意被他牵着鼻子走,另外,双尘组合也懂得什么叫演技,破解十三年的命案, 跨越时空的性格反差,让他们拿捏得死死的,虽然也摆脱不了凑数或者故弄玄虚,但瑕不掩瑜 结尾,作为大家关注的重中之重,不仅不烂,反而值得深思,少了刻意的拔高,结尾自然而然地做了剧情的串联,让大家从各个维度,深思反思原生态家庭,婚姻家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绝对选以剧中的天花板 第五部,曾少年之小时候八点四,看曾少年之小时候,就是为了和小时候的自己相遇,整部剧都是80,90后的回忆纱 跳绳,踢剑,捉迷藏,丢手卷,老银捉小鸡,不论哪个游戏,都能拉满回忆 懵懂的情愫,莽撞的一起,是我们,也独属青春 胡同里的每个人,性格迥异,但盛在相处融洽,细水长流的生活,也能将你秒回过去,街边的理发摊子,挂在电线杆上的篮球框,走街串巷的魔剪字老人 行走在剧组的观众,无不发自内心的感慨,这不就是我的童年吗?高度重合的童年场景,和剧组选角分不开关系,该小孩演的归小孩 该大人演的归大人,相访的年纪,同样的素人,给观众的体验更真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秦川,谢桥,小舟,我们也是花花,是毛毛,是泡泡,更可贵的是,充满青春剧的,不再是浮夸的爱情,狗屑的剧情 剧中是点点滴滴融入生活的细腻温柔,家人叙叙叨叨的烦恼,以及永远考不完的事,让青春期显得更加饱满,剧里有言,未来是会改变的 而过去不会,当导演用心地去照搬过去,就已经注定了结局的成功 因为我们都曾是孩子,只是长大后的我们,以为好多事情都忘了,然而他只是停留在记忆最深处 当某一天,一个小细节,一个怀旧的物品,让记忆再次鲜活,我们又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第四部,狂飙八点五分,狂刀的高开狂奏,是观众对中国影视剧未来的肯定 剧中人物形象立体,性格特点突出,演员整体演技在线 张颂文收放自如的演技,让高启强的坏不同以往单纯的扁平坏,而是更符合人性 作为道德的准绳,安心也没有太过的高伟光 倪大红饰演的太叔,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李友田精于事故的老油条形象,被刻画得入目三分 给观众的感觉就是,想要再演一圈立足,估计以后只能靠真本事了 不光演员,剧组编辑也可圈可点,在展现正邪对立的时候,没有一位假大空的说教 而是重点展现人物的成长,让大家看得立体真实 高启强,从任人欺辱的可怜人带入,然后通过让他看到了背后有人识的好处 最后通过自己步步为营,成为盘踞一方的黑恶势力 男主安心,一个傲娇的青年,经历命运的百般蹉跎 成为一个内心痛苦,血满头的心酸大叔 然而当正义再次崛起,他眼神依然放光 整部剧扎根线时,从人性的逻辑出发 再由悬疑和推理的元素牵引 其走心的制作和用心的诠释,让观众叹服不已 最后按键回归观众本身 在看剧的过程中大家幡然醒悟 人生十字路口,你看见什么,就会相信什么 你相信什么,就会选择什么 而这些最终构成了一个人的人生 第三步,去有风的地方八点六分 苍山的风伴着尔海的水 打开去有风的地方的序幕 让人有种立马想要放下工作 去云南小院听歌喝茶的冲动 去有风的地方真的很慢 慢到人心生向往 慢到一个杂染,一个刺绣,一个木雕的场景输出 都能把人裹进满满的地域风情中 刘依菲一虎清茶许流年,半卷贤书未平生的松懒闲暇 加上治愈的画面,心旷神怡的常见 更是给当下焦虑的年轻人心中 拨下了一颗蔓下来,去大理的种子 值得强调的是,去有风的地方是蔓,不是烂 云南的寂静小院里,依然有怀揣梦想的酒吧歌手胡有鱼 还有日益兼程的网络携手大麦 以及努力搞事业的烧烤店老板 开旅游出过市里却心怀希望的村民 去有风的地方是包裹在爱情之下的田园治愈剧 它让观众憋闷的生活,有了透气口 它用真实,治愈了现实 让疲于奔命的年轻人透过有风 看到了人生的不同面向,无限可能 第二部,三体八点七,三体的翻拍 绝对是对原著的尊重 于何伟的史强,张鲁一的汪某 几乎都是从原著中走出来的一样 王子文,陈锦的贴脸剧 更是原著的角色原型 而且教育原著,剧中人物细节更丰满 书本中涉及的游戏 剧作也用强大的特效展示出那种宏大的场面 无论视觉效果和特效制造上都很细腻 而剧中台词激进靠书 对于烧脑的理论 剧组用动画做了填充 凡是书有迷惑和头晕的内容 也被剧组巧妙瓦解 总之,书中所见所想 都被电视一一呈现 让观众忍不住叹一声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三体 硬核的细节 思考的维度 演员的投入 都蕴含进剧中的精神捏合力 都值得反复回味 不得不说 影视化的三体是中国科幻片的骄傲 当然三体的创造流子星 本就是从人性的思考切入 如今,宇宙闪烁 也是人性闪烁 第一部 漫长的季节9.4 开播9分 结局飙升9.4分 果然是星岛的风格 一出手便封神 相对隐秘的角落 漫长的季节的叙事逻辑 创新性更板大 时空交错的三条叙事脉络 让戏里戏外都能感受到时间的变化 倒序 插序的剧情交叉进行 直接刷新了观众的体验感 剧情也不同于 以往悬疑剧的严肃与沉重 确切地说它是一部套着喜剧外壳的悲剧 喜剧 是因为老溪骨门之间捧根式的对话 一部小心就成了笑点 悲剧 是因为漫长的季节 更像是一个失败者的群像 每个人都在虚张声势 每个人却又溃不成军 而沈默与烟红双生花的设定 更是剧中最为惨烈的一笔 也许正是明白了命运的挥败与含义 这部剧才更留恋于生活细节的打磨 以至于开播故事节奏感就有点掉对 不过若是能看到中间的观众 便会恍然大悟 生活本就是细节的点滴铺陈 漫长的季节起源于案件 落脚于人生 只有看到最后的人 才能体会到时间是怎样穿过人体 留下痕迹 而生活的废墟 也不过是我们大踏步向前走时 必须经过的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对签讯尽在港台娱乐会